花莲市公所举办110年油市马在地市场感官串油计划 带着民众走进市场也透过四组艺术家 规划不同感官的艺术共创工方带来大家认识菜市场 同时也举办了菜市展 市长温家贤欢迎大家来到菜市场看展 来看见不一样的市场美感 花莲市菜市展开幕的活动就在市场小学堂举行 由民底国小富社幼儿的小朋友们带来可爱的唱跳表演 为活动解开序幕 市长温家贤表示 透过艺术家和传统市场的连结 让在地的人文被看见 也要吸引年轻人借此了解传统市场的特色和背景 进而可以走进市场爱上市场 过去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市场的认知 为什么会有市场它的来东去脉 那跟这个市场跟地方的连结性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很多孩子们 在市场的周边来做相关的表演 那过去一个城市里面 到了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市场、医院、学校 所以这是一个紧密相关连结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跟重新市场、复兴市场 还有我们市场的行销 可以说是结合在一起 有别于过去的市场行销 过去的市场行销 可能说来这边消费 我给你买多少 给你送多少东西 但是我们这次的市场行销 走的是希望人文的东西被看见 希望在地的东西被看见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 我们在地传宠市场的一些人文特色跟背景 菜市展共邀请到四组艺术家 分别透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还有嗅觉 带领大家认识不一样的市场 他们选用了菜市场里头剩余的蔬菜水果 当作创作元素 让大家在欣赏作品的同时 还可以感受到传统市场的生命活力 这一系列作品分别在重庆市场、复兴市场 还有市场小学堂展出 展期只有到10月31号 市长吴家贤也邀请乡亲一起走进菜市场 来发掘在地市场的文史风貌 同时也期望可以带领民众来体验菜市场之美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